廟前广场摆着满满的生活物资 新北市树林镇南宫为地方信仰中心 每年响应社会公益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这次捐赠多项生活日常所需物资 给树林区公所食物银行及弱势团体 让需要物资的民众安心过中秋 生活在困难填饱肚子最为重要 在南宫捐赠百米临时包及应景的中秋礼盒 每个团体能获得数量多达百件 树林区长王坤南现场颁发感谢状并表示 在南宫包含先前复康巴士及疫情期间 也捐赠防疫基金至新北爱心大平台 这次的物资捐赠协助了需要帮助的民众 这套物资下来之后 我们有九个单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帮助之后 可以发送给这些需要的一个民众 疫情期间很多的民众因为工作问题 经济问题受到一个困扰 那有这些物资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需求 在这边我代表我们树林区各界 感谢我们郑南公这样的一个议举 我们庙里冬冬市府大家都很努力 我们这个情形来在地平 我们在用在地方 我们尽量做 我们叫阶级的关联 那我们也一直做下去 有多多人做多多的 疫情尚未落幕 许多民众生活层面面临许多困难 透过郑南公这次的物资捐赠 不仅能够温饱肚子 也能感受到暖心的中秋节气氛 树林区工作 站 记者曾经家 树林报道